你没有做前锋的天赋 一句话 把杰士仪整不会了 身为前锋 怎么会在球门前 由于该射门 还是该把球传给其他人 雷势一把推开阿杰 气氛离场 尽管Z队一波三折 进了一球 但这一改变不了 他们输给X队的事实 阿杰很是郁闷 他想不通 自己不是要让球队 从0变成1吗 难道自己真的不配当前锋吗 赛后 大家都表示 就不该选阿杰做中锋 要是自己打中锋 肯定会赢得比赛 阿杰无心听他们的吵闹 他觉得自己这一战 只是重蹈覆辙了 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想不通 自己到底欠缺了什么 其他人吵个不停 九队也忍不了了 Z队已经输了一场球 第一轮选拔采用的是 5支球队单循环赛制 选积分前两名的球队晋级 假设所有队实力相当 都是两胜两负 那么获胜需要6分 也就是说 想要留下来 就至少得拿7分 Z队再输一场就完蛋了 逆风改命迫在眉睫 但大家都想不到解决办法 郭神认为 该学习下阿杰和风乐的配合传球 雷是觉得郭神只想 自个儿让球王出风头 风乐想 要是多几次那种配合 应该就赢了 说起整个球队 都是前锋这事 千奇也有话说 他不认为会行的话都是对的 但是他说的 从零开始创造足球 应该是一种提示 阿杰就此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开始 以我奉的踢法就是零的状态 而马郎打破了这种状态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主心骨 在他的带领下 队友们都知道该如何配合进球 于是化作整体一 阿杰认为 球队需要的是让一诞生的能力 有之绝对的个性和才能 球员听明白了 前锋是将零变成一的人 而其他位置的球员 则是为了让一变成十 变成一百 也正义如此 会行才会制定 进球王可以无条件留下来的机制 自私自利的人 会舍弃为这个战术 但只有在这场 私心之争里胜出的人 才能掌控全局 让球队成为一个整体 直白说 会行要找的是 稳住全场的人 正说着会行又来出通知了 就在刚才 V队以8比0的比分 战胜了外队 他认同他们刚才的分析 不过他们还没参透观景 该怎样让零变成一 他稍微提示了一下 足球这项运动 只是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是无法取胜的 想破局 就要想想自己能做什么 发挥每个人的特长 绝不能被职责限制 在座的各位都是前锋 擅长的其实也都大差不差 就远挨哥问了大杰的特长 轮到阿杰的时候 阿杰茫然了 他连自己更擅长什么都不清楚 而千切知道是知道 但他不想说出来 即便知道了大部分人的武器 心不欺也毫无意义 对此 旧运制定下了 下个到我11人的战术 这个计划名字虽然很妥 但能最大程度保证 每个人都能平等的获得机会 确定好计划后 所有人就尽常练习了 练习结束 阿杰去食堂拿了属于他的纳豆 在蓝色监狱这一周 他的自信被消耗殆尽 而且纳豆也快吃到兔了 这时国神特地来感谢那颗传球 阿杰顺口问他 是为了什么踢球 而国神的信念很简单 就算被人耻笑 他也不在乎 为了梦想 堂堂正正跟世界战斗 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 从他身上 阿杰看到了自己所没有的决心 国神说完并没有离开 而是用进局的积分 兑换了一份牛排 那颗球有阿杰一半的功劳 所以他们牛排分了一半给阿杰 他也挺好奇 阿杰当时怎么会想到 把球传给他 当时雷尸的射门空间确实更大一些 阿杰那时候条件反射就传出去了 这是思考后的判断 不如说是直觉 国神寻死 这应该就是阿杰的武器了 能在一瞬间做出判断 这能力还挺厉害的 有了他的安慰 阿杰心里舒服多了 两人互相打气 下定决心要赢下一场 但对手外队和他们一样 已经输了第一场 走到了无路可去的境地 球员强调 要重点盯防九号大川 他的射门技术极其突出 但他们只要拿出 下个到我的训练成果 应该能赢 这项计划划分时间段 让每个人轮流当前锋 顺序根据排名而定 其他位置就轮流替换 伊犹觉得 随便换门将风险太大了 为了胜利 他愿意放弃前锋的位置 全程当门将 浅浅也说 自己可以全程当后卫 雷尸觉得他们俩笨得要死 这一手都不争取表现机会 只能说明他们天赋不清 剩下的九个人 每个人当十分钟前锋 战术也变成了 下个到我九人战术 风乐擅长盘带 有敌深入 但对手已经研究过 他们每个人的长处 并做出了对策 他们限制了风乐的盘带路线 再由第三个人抢球 对手和风乐纠缠的时候 十分钟到了 风乐立刻把球传了出去 国神擅长足脚远射 只要队友配合默契 为他腾出射门路线 就能进球 然而没想到 射门被封堵了 对手的防守固若金汤 只要把球传回到风乐这边 而且放眼全局 对手丝毫不打算进攻 不对 是只有大川一个人不参加防守 难道他在等什么机会吗 可到阿杰想明白的时候 对方的长流海二次 已经拿到球出动了 他们一直在诱导进攻 目的是防守反击 将球传给大川 大川号称熊本进球王 进这种位置的球 对他来说没难度 因此率先拿下一分 等等 这样的队伍被8比0了 那V队该有多厉害呀 阿杰猜想 他们的战术是收缩防守 短球后打反击 如果防不住大川就没有胜算 九远闪场弹跳 可以靠他整顶投球 传给队友 再接着阻止进攻 很快就轮到雷势当前锋了 他让着 让大家把球传给他 后面他一个人就能解决 但实际上 轮到他那十分钟 球一直在对方手里 根本没有他发挥的机会 对方归缩防守 他们很难撕开防线 一筹莫展之际 前切剑意 为了风乐或国神来替 他们的攻击 更能威胁到对方 雷势觉得 这话是得阴阳自己不中用 做事又要发作 九远觉得 现在坏战术已经来不及了 既然之前的策略好好干 或许还有翻身的机会 但阿杰心里很没底 果然下半场和上半场差不多 就算轮到了自己当前锋的时间 也无法拿到球 一旦上前抢 他们就把球传走 只能被他们溜着跑 金村有点着急 但那画风突变 用高龄之坏的女孩外子 来比喻这批对手 看似难以攻陷 但其实没有恋爱经验 一旦攻破防线 就会挨得死去活来 只要找到突破口 就万事大吉 他冲上前强强下球 我押完接到球后 其他人也配合 换成了我押完阵型 阿杰拿到球后 按我押完战术传球 但稍不小心就踢远了一点 我押完身体柔韧性好 用连顶到了球 虽然没有进球 但拿到了脚球 这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阿杰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难道是大川吗 要是在这次进攻机会中 被断了球 让对方先拿到机会 就完蛋了 但这确实是个不错的进攻机会 阿杰配合的站好位置 但他突然想明白了 对方球队中最应该注意的人 不是大川而是二子 二子才是真正负责攻防的转换 给大川传出决定性传球的人 这颗球一定是传给二子 而不是大川的 于是他毫不犹豫 朝二子飞奔过去 可是他才拿到球 二子就追上来了 球路突变 好在我押完看得很准 一脚射门 成功半平比分 二子确定阿杰这小子有点东西 如果不是他 刚才那颗球足够他们杀死比赛了 阿杰也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 他断掉了其他人传给二子的球 牵制住他的行动 让队友有了继续进攻的机会 二子告诉阿杰 自己的武器是 能准确掌握球长信息的眼睛 以及善于指挥他人的大脑 就算防住了他的行动 也防不了他的战术 阿杰没搞明白 二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而到最后一分钟时 局势巨变 球回到了进球王大川手上 然而总观全局 Z队投入进攻的人数过多 半场无人防守 这时候让对手进了球就输定了 辗转几轮 球又到了二子脚下 引诱压力山打 要是自己防不住 大家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 在他绷进神经的时候 二子就把球传给了大川 大家都没想到这一处变故 积翻周转 他们已经搞不清到底谁才是核心了 就在大家以为输定了的时候 阿杰如意到闪电接下了球 二子的话给了他启发 既然他们一样突出的是眼睛和大脑 那他就不会自己射门 必定会传给进球概率最大的大川 所以二次带球的时候 预判到这点的阿杰 早就悄然靠近大川准备动手了 另外他还有一句话要说 这话当然也是对他自己说的 当时他没有射门 而是选了传球 现在他要告别那时的自己 拿到球的锅神将球传给风乐 风乐行云流水带球前冲 薇压丸后方补上 但没接触球 直接脸上 不过风乐的目标不是薇压丸 而是在后方没人注意到的阿杰 阿杰没让大家失望一脚射门 让Z队2比1获胜了 此刻阿杰有一种爽到爆的快感 这就是会心想让他们牢记的胜利的感觉